凡是占便宜的最后都吃亏 凡是吃亏的最后常常占便宜 这很奇怪 你跟人家在一起 你都让人家占点便宜 所有人对你不会提防 有好处一定想到你 你是占便宜的 你刚开始就算得很精 所有人都怕你 以后你就孤家寡人一个 他们越走越近都把你抛得远远 所以人千万记住 不可以精明 绝对不可以精明 有的人很精明 精明的人是最吃亏的 什么叫精明 就是聪明外露 聪明外露就叫精明 这个人好精明 就是他聪明到 大家都知道他聪明 你就玩 我有一次在纽约 跟犹太人一起吃饭 那个犹太人跟我讲 天底下最会生意 最会做生意的是你们中国人 我说你不要这样讲 因为世界上只流行一种话 叫犹太人会做生意 从来没有人说中国人会做生意 没有 他笑了 他说这就是你们中国人 整季多端的一面 你明明会做 专程不会做 我变去都黑整空 又不知道谁会的 中国人会的 一个人聪明不能外露 这样才知道 我们为什么一直告诉你 你要尽量去了解对方 你不要让对方太了解你 你不要 安安静静静 不是坏事情 对越苏联的人 我们几乎是有客气 我们讲话又有保留 对比较亲的人呢 我们反而比较不讲究礼貌 我们反而比较容易把心理的话说出来 现在我们要小心 当人家把心理话告诉你的时候 就是开始把你当比较亲近的人 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去哪里了 你要怎么样去回应他 我的建议是人与人之间 还是要保持相当的距离 哪怕是夫妻都要保持相当的距离 因为什么 因为当一个人 被人家从头到尾看透了以后 他是很不自在 他非常不自在 所以就算夫妻这么亲密的 偶尔要有点分开的 所谓分开的 你在同一屋子里面 他在不同的环境 让他去做他的事情 你少干扰他 也是必要的 从早上到晚上 紧迫因人 二十四小时追踪 干什么 最后一件事 很不愉快 我们就建议各位 要首先认为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包括自己在内 这是最好的修养 我们常常先入为主 我们经常自以为是 我们常常以偏概全 我们常常非常的自我 而否定了别人 每一个人多多少少 都有这方面的缺点 而这个缺点最后是 自己要承受的后果 就是说自己会不安 老实讲一个人做错事情 你先会不安 人家骂你不骂你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体会 到底要不要骂人 其实骂人没有什么效果 你骂他反而使他理直气壮 你看我做错了 你骂了我了 是你不对 你不骂他 他反而自己很不好意思 他会来补救 他会想把他做好 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 我看你的情绪很快就会改变过来 我们情绪上所有不良的反应 是每个人都有 但是程度也不一样 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只有靠自己去调整 因为只有你才最了解 你问题在哪里 比如说有人 他一被人家讲到他的痛点的时候 他的反应非常激烈 有人不会 有人听到人家说他的错误 他会很仔细听 然后很认真去改 有人不是 有人他非念到底不可 他死不承诺 他不同 我是看过 看过有一个人 人家在台上指名道姓的骂他 他在那里听 听得好像在听别人的事情一样 我在后面我真的对他很佩服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他在讲你你知道吗 他说当然知道 我说你都没有反应 他说我有什么反应 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骂我 而且他是每到一天这样骂 我对他很习惯 大家也知道他是乱骂的 那我气什么 你看这个人秀养都好 人家会知道 事自有工断 我气不气 有什么关系 记住 我们不全好 也不全坏 我们一直希望自己全好 不可能 我们一直希望他全好 也不可能 我们一直骂这个人全坏 也不是事实 我的行为 只代表我的一部分 并不能代表全部的我 因为有的人他只是嘴巴坏而已 他心很好 我看过太多人 我可以这么说 反正是心地越好的人 经常嘴巴越坏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坏心眼 所以他可以这样讲 有坏心痒的人 反正他嘴巴很甜 你去看好了 别人有缺点 我也有缺点 那就打平了嘛 我干嘛自己抱怨 自己责怪自己 把自己贬到这么低 也没有必要 我只要不断地 把我好的部分 我把它增强起来 把我认为不满意的时候 我慢慢去修改它 让它减少就好了 所以各位看我的书 我很少用消灭 我都用消减 不可能消灭 消减 减减减减减就好了 它还是存在 存在就存在 什么了不起 中华文化 如果用一个字来讲 那就叫做笑 全世界讲笑 那我们讲的最彻底 笑因为它是单音字 中文喜欢变成复音词 所以就叫笑道 就叫笑金 就叫笑心 但是不知道 哪一个朝代搞错了 把它叫成孝顺 孝顺是不对的 你看很多做妈妈的 常常跟小孩讲 我刚刚从那边回来 隔壁 他们正在盖房子 有很多砖头 你去搬三个回来 经常叫小孩去搬隔壁的砖头回来 这是错误的 那小孩要不要去搬呢 如果孝顺你就要去搬了 那我先问你 如果你的父母教你做不正当的事情 甚至是违法的事情 你应不应该听他 答案是不应该听他 你听他就是害父母一不意 你只是不能顶章而已 你不能顺从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要把各位带到从前 那是行不通的 历史 它是不断进步的 文化是不断变化的 历史会重演 但是每一次都不一样 不可以一样 也不可能一样 所以千万不要说 我们要复兴中华文化 我们就回到从前 不是这样 我们要烂中华文化 现代化 只能孝 不能顺 但是不能顺 那也就是不能腻 一腻就要腻子 那会把父母气死的 父母叫我们做不合适的事情 我们不讲话 也不说这个不可以 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 我们常常在家庭讲理 讲到最后 根本就没有用 我们听到父母叫我们做不合适的事情 如果乖小的小 一定说好好好 他不去做就好 这样才真正是有孝心的人 死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什么叫后顾之忧 生老病死 就是员工的后顾之忧 生老病死 是每一个人 必然要经过的 谁都摆脱不了 所以每个人都有后顾之忧 我这么认真 这么卖命 万一我得病以后 你把我辞退了 我全家怎么生活 他会想 他本来想多做一点 他都不敢做 他会想很多 又介绍他全身厉害的关系 所以胡玄他这么说 你生病了 照领薪水 你死亡了 你的家属可以继续领十年 照你的薪水领回去 那你还怕什么 一个叫羊半 一个叫阴半 人活着领羊半 人死了领十年的阴半 那十年差不多了 资历就长大了 就解决 我当总务主管的时候 有一个公有 阴公死亡 我第一个做法就是 让他的妻子来抵他的圈 因为你早来早去都可以 为什么不用他妻子 你用他妻子以后 所有的工人他都敢做了 反正我死了 我带他马上进来 怕什么 我们做给死人看的事情 是做给活人看的 不要有什么人死了 死都死了 你还做给他干什么 用这种观念 你对死人度那么好 你对活人 你不会亏待他 活着你一看 某人死了 他太太马上进来 他家庭就安定了 那他就放进了 他没有太多顾虑 如果某人死了 他太太黎明合格 你就不用他 不用别人 那你就伤害了 这些活着的人的感情 他们就提醒掉他 然后就保命第一 你的生产力就低落了 员工的生死 你都要照顾他 你不能说我只照顾到 你在职的 退职以后我就不来了 你活着我照顾 死了我就不管了 这是不可以的 我常常讲 一家公司好坏 要看他的家人 对这家公司的感觉 而不是他员工本身 我就看到一个老板很会 他那干部有个小孩子 才来公司一次 他马上记住 然后就问他 你小孩什么时候生日 生日那天 他就买一个表 说这不是送给你的 是送给你小孩的 你看一个小小的礼物 就把他们全家人的心都绑住了 你小孩都说 这个老板好 爸爸你怎么那么舍不起上班 赶快去 他比谁都厉害 他有表 你只有个小小的礼物而已 儿子就偏偏追爸爸 晚上不要那么早睡觉 公司的事情要多关心 他发费的笑容多大 大家也会讲 老板对你那么好 你不要没有良心 你看 所以你要扩大 我们一直讲这个推出去 就是要推到他家庭 一个人在你公司 你就照顾到他全家 这家公司就了不起 胡玄就这样 员工的见属 吃药不要钱 随时欢迎到公司来参观 让他了解 爸爸在这里做什么 叫多好 员工死亡的时候 胡玄做法也很奇怪 他会跟商家商量 就是出病的时候 最好是经过公司 然后公司就停工两个小时 设入计 大家一起来 计时堂 你想想这样 被活的人 被死的人 那种感动 是不一样的 旁边人看了也都是很羡慕 你看 最佳人照顾到这个地步 小孩第一次错 告诉他 你错在这里 我不会怎么样 汤匙破了就破了 再重要都没有人重要 你有讲这句话 我们父母都没有讲这句话 小孩子中认为这个玻璃破了比较重要 汤匙破了比较重要 我最不重要 是父母造成的 父母一看到汤匙破了 就打他就骂他 不好 看到汤匙破了告诉他 汤匙破了就破了 没关系 你的错不是在汤匙破 而是在你做事情不小心 你现在只是打破一个 一个汤匙 你将来可能把很贵重的东西打破了 你就挨骂了 那他懂人是很重要 但是做错事情是不可以的 他就会记住了 好 第二次他又打破 你看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那第二次怎么 你下次我就要打你了 因为不打你你记不得 我不是要打你 我是打你 帮助你记得你不可以做这种错事情 那第三次又来了 你就问他第几次了 他说第三次了 那第三次要怎么样 要打 我说我打你干什么 你记住就好 我打你没有意思 我不打你 第五次 来来来 五次都改不了 你觉得该不该打 他说该打 好该打 把眼镜拿下来 没人我打你的时候 眼镜伤到你的眼镜 我还是爱过你 不能说我疼你才打你 你讲这话没有用啊 你表示出来吗 眼镜拿下来 这一打把眼镜搞坏了 画不来 然后 你要我打你 你说吗 你说打手我就打你手 你是打屁股比较不错 我们就打屁股 他想想 还是打屁股 好 好 打一个 用什么打 你选一个 你自己选 那整个的过程才叫教育 打算什么呢 最后说你真的知道 知道 那知道你自己打就好了 我又不用打你 这还不是高明 高明的会把他带到祖宗排位前面去 告诉祖宗 你这个孙子 你跟我没有关系 祖宗最厉害的就是跟我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这个孙子 连犯五次错 按照规矩应该打 但是他现在真的了解了 我替他求祖宗 再记他一次 原谅他这一次 我对他有信心 我相信他以后不会再犯 然后问他 会不会犯 他不会 他不会就算了 他永远记住 他会犯第六次 我不太相信 我们没有啊 我们打过还不知道 为什么打他 小孩也不知道 为什么还打他 完全没有意义 再说一遍 我们教小孩 是要帮助他养成好习惯 没有其他 其他都不重要 那他记住很多道理 没有用 没有用 很多人记住一大堆道理 他专做坏事 嘴巴讲得好听而已 行动不能配合 太多这样的人 凡是爸爸言道不合理的时候 教出来都是假孝子 教养的方法 是不可能统一的 我倒请问各位 为什么不能统一 如果我们用 模式 用统一的方式 来教养小孩 结果怎么样 结果教出整个社会的人 都一样的话 这个社会是要毁灭的 社会要多元 人类的生活要多彩多姿 所以我们需要 各色各样的人 不可以每个人都一样 你看如果每一个人都喜欢红花 就惨了 所有花都不见了 只剩下红花 我们就是有人喜欢红的 有人喜欢绿的 有人喜欢蓝的 有人喜欢 才会有各种颜色的存在 你看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喜欢吃 山东卤菜 那川菜就不见了 那粤菜就不见了 那么糟糕 我们就是每个人胃口不一样 你喜欢吃卤菜 我就喜欢吃海鲜 他又喜欢吃烤羊腿 这个社会才会热闹 老天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 你的儿女 不要同别人比 不但无法比 而且不需要比 有什么好比的 这样就对了 我们常常很喜欢比 为什么人家做得到 你做不到 那人家是人家 你是你 你为什么要跟他比 我们中国人主张人是要比的 不是不比 跟自己比 不要跟别人比 你跟自己比 你一天比一天 有进步就够了 你干嘛老跟人家比 你跟他无法比 你怎么比 你看一个人生出来 身高体重都不一样 你怎么比 佛理你怎么比 我们现在就强求 他要跟别人一样 这个是做父母 使自己很难过的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教育 就是违反天心 照理说 连教科书都应该 男的有男的教科书 女的有女的教科书 才对 我们现在要求 男的跟女的一样的话 最后就是男不男女不女 现在人越来越 男不男女不女 对不对 跑过去说先生 他说我什么先生 我是女士的 先生 啊女士女士 我看到女儿子来找你 我女儿呢 我儿子 你去看把错 现在根本那个性别的混淆 我不晓得在干什么 就是我们搞成男不男女不女 这种人类自己造的麻烦 我们一定要记住 父母 一定要把他教养 男的就是男的 女的就是女的 不同就是不同 我们其实你说 要把他完全变成男的也很难 要把他变成女的也很难 因为我们男性的体内 他就有一些女性荷尔蒙 而女性体内 他就有一些男性荷尔蒙 如果男的完全是男的 女的完全是女的 那人类就分裂了 就变成两种人类了 一种叫男性人类 一种女性人类 那也很惨 他自然会交叉 你放心 你看女儿多半像爸爸 儿子多半像妈妈 这老天这样安排交叉 就是不会把男女分裂开 但是我们既然是男的 就要尽量把他教成 有男性气概 女的把他教成 有女性的修养 你看现在很多女的 完全像男的 第一个找不到男朋友 除非找到同性恋 男性喜欢的女性 是比较温柔的 不是很肝强 一阵子很流行李强人 那一阵子就没有人敢讲李强人 你不要害自己 女的就要像女的 男的就应该像男的 再说一遍 这是性别的差异 不是性别的启示 我们没有启示 我们也很看得起男的 也很看得起女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把他培养成一个 很独特的人 但是男的是男的独特的人 女的是女的独特的人 这样就没有违反天理 没有